赵洪文国一个令人扼腕的名字 大家口中的双江老太婆 她本可以作为一代金国英雄流芳百世 却最终堕落为骗子集团的帮凶 曾几何时 她高举双腔卫国捐躯 转眼之间 她却成了卖国贼 残害无辜百姓和多名解放军战士 赵洪文国的人生轨迹 犹如日本侵华时写照 令人叹息不已 但令人没想到的是 在她被捕后 周总理竟然亲自为她求情 对此 毛主席表示 必须执行枪决 那么 这位老太婆究竟做了伤天害理的事 为何周总理要为她求情 1881年 一个阴语连绵的冬日 赵洪文国降生在一个普通的满族家庭 父亲本盼望久盼的儿子 却迎来一个不受宠的女儿 尽管如此 父亲仍起了一个响亮的男孩名字 洪文国 似在寄托一枪 没来得及施展的雄心壮志 那个年代 封建礼教森严 女子地位低下 几乎没有受教育的机会 生在这样一个时代 她这个女孩子 注定要过上不如男孩子自由幸福的生活 洪国从小被迫在家里学些针线活迹 学习怎样做出漂亮的刺绣和衣裙 每天清晨被母亲叫醒 习书完毕就坐在桌前练习刺绣 母亲围着她转悠 时不时还要打她几下 要她把针法再练得更好 中午和晚上按时吃饭 除此之外 就都是操练刺绣的时间 久而久之 洪文国对这些手工活 已经厌倦到了极点 他望着窗外玩耍的男孩子们 羡慕得两眼发指 为什么女孩子就只能被困在家里 过着这么枯燥乏味的生活 直到16岁那年 洪文国终于迎来了 人生的第一个转折点 他被许配给一个满足青年 正式嫁入丈夫的家中 洪文国以为 嫁人后 自己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变化 没想到新的满足家 虽然地点不同了 可那种重复单调的生活方式 却与从前别无二致 就在洪国对生活感到绝望之时 命运送来了一个转机 他的丈夫实际上 是一个进步的开明人士 与其他传统男性不同 他不仅没有限制洪文国的自由 反而全力支持他走出家门 鼓励他去经商谋生 起初 洪文国无法相信这是真的 他小心翼翼地试探着问丈夫 一个妇女真的可以出门做生意吗 丈夫爽朗地笑了 他用充满自信和鼓励的语气 对洪文国说 凭什么妇女不能经商 你有这个能力 就应该去发挥你的才华 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受到丈夫的鼓舞 洪文国终于横下心来 开始了自己的第一桶金生意 在村里买一些日用百货 然后按照不同的价格 出售给乡邻们 起初 洪文国还有些拘谨 但渐渐地 他发现自己的生意做得很红火 村里的人们都喜欢 从他这里购买东西 在丈夫的大力支持下 洪文国的小买卖越做越大 从村里到本地 再到附近的几个城镇 洪文国带着自己的货物 周游各地做生意 一转眼 洪文国就成了当地有名的女商人 靠着两口子的共同努力 家里的生活越过越好 洪文国也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幸福 可好景不长历史的巨轮 即将碾压而来 1931年 918事变爆发 日军乘虚而入 很快占领了东三省 为掠夺资源所助人心 日本侵略者在东北推行黄明化运动 大肆烧毁学校 强迫中国儿童 到他们创办的学校就读 从思想上奴化中国人 见证这一切的洪文国 心中恨意犹生 他决心以己之力 为国做点什么 于是动用家产 在村里建起一所小学 秘密聘请汉语老师 让孩子们接受正统的中华教育 村民们深受感动 纷纷无紧嘴巴 死守这个秘密 不让日本人得知半点风声 洪文国的儿子赵栋 是一位爱国青年 他目睹日军在东北的暴行 心中义愤填膺 日军到处烧杀 抢掠抢争民工 掠夺资源 无恶不作 赵栋看不下去了 他发起组织 联合当地爱国的年轻人 建立了一支抗日义勇军 开始同入侵的日军 展开了自卫反击 起初 义勇军刚刚成立 人数和装备都非常缺乏 但赵栋军心坚定 他白天训练队伍 晚上写传单 发表演说 到处发动群众参加抗日运动 在家中的洪文国 对儿子的行为非常支持 他开始卖掉家中的贵重物品 将钱财全部拿来 支援照动的抗日军队 帮助他们购买武器弹药 为了筹集更多经费 洪文国夜以继日的做生意 奔波在各地 只求能为儿子多做点贡献 随着战争升级 日军对抗日义勇军的镇压 也越来越残酷 义勇军伤亡惨重 常常陷入后继无人的困境 眼看儿子领导的抗日义勇军 陷入了空前危机 洪文国咬牙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加入抗日队伍 亲自上阵 助儿子一臂之力 对于一个五十多岁的妇女来说 这无疑是一件极为艰巨和危险的事情 但洪文国毅然决然 他开始每天早起苦练枪法 并向儿子要来一对左轮手枪 洪文国天资聪颖 很快就掌握了各种枪械的使用方法 不仅如此 他还发展出了独特的双手 同时开枪的技巧 左右轮流射击 敌人难以招架 终于 在一个黎明时分 洪文国背上双枪 正式加入了儿子的抗日队伍 他英勇地冲锋在前 左右骑射 每一发子弹 都精准地打在日军的要害部位 洪文国的神勇表现 给日军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队伍的士气也因此大振 从此 洪文国与日寇殊死搏斗 将自己五十年的智慧和勇气 毫无保留地贡献给了抗日事业 他的传奇事迹 很快便传开来 人们争相传颂 这位手持双枪 勇猛无匹的双枪老太婆 一时间声名远扬 洪文国也成了 东北儿女抗日的精神象征 在洪文国和儿子 照动的共同努力下 抗日队伍壮大到一万多人 前前后后和日军周旋了三百多次 击毙敌人四千多人 然而浮云中瘾 英雄迟早老去 1934年 洪文国不幸被日军俘虏 遭受严刑拷打 日军企图套问抗日军的情报 但这个冰雪聪明的女子 宁死不屈 丝毫不泄露机密 日军恼羞成怒 决定将她处死 幸好 照动及时行贿 买同守卫 用死囚尸体做替身 才就出洪文国一命 自此 洪文国只得带领残部 化名难民 逃到北平 然而好景不长 1937年 卢沟桥事变爆发 终日全面开战 洪文国毅然重新出山 在华北组建国民抗日军 继续同日寇血战 凭借丰富的实战经验 洪文国只会若定 身先士卒 屡见其功 他的事迹再次打动人心 获得华北金国英雄的美誉 命运的转折点 就在这时降临 1939年 洪文国受邀赴重庆发表 抗日演说 没想到 蒋介石竟亲自接见了他 并对他赞不绝口 一个平民老太太 能受到总裁盛情款待 洪文国自是受宠若惊 再加上 蒋介石当面承诺 只要洪文国归顺 就可以给予他和儿子荣华富贵 果然 不久后 蒋介石就授予 赵栋少将军衔 任命他为 进察济抗日游击队司令 就在洪文国为儿子 骄傲不已之时 命运的捉弄 又一次降临了 1939年年底的一天 洪文国忽然接到噩耗 他的儿子赵栋 在与八路军一次战斗中 不幸壮烈牺牲 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 洪文国痛苦不堪 他悲痛欲绝地抱着 儿子的遗体 痛哭失声 正在这时 蒋介石的特使前来拜访 与众心肠地 对洪文国表示慰问 特使一面抚慰 洪文国的伤痛 一面指责 这都是八路军的错 使他们害死了赵栋 他还更进一步暗示 洪文国应该效忠蒋介石 为儿子报仇 反对共产党 特使的话语 直接渗入洪文国脆弱的内心 没有看穿蒋介石的阴谋 悲痛之余 亦是糊涂 联想到儿子也是在 和八路军战斗时死去的 于是错误地将责任 归咎于共产党 从此彻底倒向蒋介石一方 为显示诚意 蒋介石后葬赵栋 追封他为中将 并任命洪文国 为禁察纪剿攻司令 洪国从此视共产党为眼中钉 誓死效忠蒋介石 对人民疯狂残杀 然而 蒋介石许诺的美好前景 终究是个幻影 在解放战争中 他接连遭遇失败 国军节节溃败 1947年 蒋介石仓皇出走台湾 狼狈不堪 尽管如此 他还是念念不忘 要拉拢洪文国 站在自己一边 在出走前 蒋介石召见洪文国 依然语重心长地对他许诺 自己很快就会凯旋回来 重夺大陆河山 到时一定会重重奖赏洪文国 此时此刻 洪文国内心早已一片迷茫 他仿佛醉生梦死般 听任蒋介石 将花言巧语灌输进头脑 并身心不移的点头许诺 一定会效忠到底 1949年 国军全面溃败 洪文国也败下阵来 但他还是顽固地相信 蒋介石定会东山再起 于是他带领一批残部 化整围林 躲藏山林 与共产党进行长期的游击战 成为祸国殃民的土匪头子 1950年 洪文国和他手下的残匪 继续在四川地区 为非作歹 祸害本地百姓 为营救被匪徒掳走的普通百姓 解放军政治部主任朱向黎前去调解 没想到遭到了洪文国疯狂的袭击 洪文国残忍地将朱向黎活活烧死 还将其他解放军士兵 活埋和挂数示众 犯下了令人发指的暴行 当地百姓对洪文国的仇恨达到了巅峰 纷纷报案 要求将这个女恶魔绳之以法 很快 洪文国就在百姓的指认下 被解放军捕获 然而让人震惊和痛心的是 在法庭上 洪文国不但毫无悔意 还大骂共产党 死不悔改 面对洪文国的反复无常 人民群众愤怒不已 曾经核实 洪文国还是他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可今日他却背叛了人民 成为了卖国贼 最终 洪国因其晚年残害人民的罪行 被判处死刑 尽管他年轻时有功于抗日 但终究还是背弃了人民 走上了邪路 周总理曾为洪文国求情 但毛主席态度坚决 他说 公事公过事过 他犯下的罪行必须伏法 危险是宽容 洪文国的子嗣可以善待 但他自己难逃制裁 洪文国一英雄一恶人 亦抗日亦卖国 他的一生 恰如中国近代史的缩影 令人扼腕叹息 历史滚滚向前 英雄迟早要老 我们唯有牢记历史方德 启迪未来